我們來看一下你要怎麼做發布 那發布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做這三種 一個直接到雲端 所以跟剛剛那個 甲上有沒有一樣 在雲端上直接用 第二個你真的變成一段影片 第三個你也變成現在 巨幅應該還蠻流行的吧 對不對 也可以當然巨幅能夠做的就相對 少一點點 而且 你沒有辦法輸出太多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我們先從第二個開始 好你看下一步 好重點在這裡 這裡高級選項你可以把它打開 不能打開嗎 好這裡 你可以知道他輸出的時候變成什麼格式吧 MP4這沒有問題再來 這裡可以選好那我們來看左手邊 有沒有覺得好像有點熟悉的感覺 第一題考的那個為什麼要考就是在這裡 你如果是 這個 是不是1280x720 這個Full HD 1920x1080 但是這是VIP的 VIP的 他這個576是比較少 比較少 比較少人用 你可以把它就是倒回去 因為基本上是16比9 16比9 所以你這邊 你可以倒回去 他就是大概比DVD再好一些啦 但是又沒有那個 這個 720上我們不是說叫做HD的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免費的版本 因為他也是要賺錢嘛 對啦 他也是要賺錢 所以他把這個部分呢 就 等於說你免費的 至少還可以輸出到這樣子 還可以輸到這樣子 當然他也會有一個浮水印 但是 不太大 不太大 所以還在可接受 那麼 往下走呢 往下走 你可以要不要啟動所謂運動模糊 也就是如果你動作很快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有那種 有看過閃電俠嗎 蛤蛛人 有沒有 咻一下 運動模糊的線跑出來 如果有需要 那 右手邊這個 一般大部分大家 比較不會有需求 這個通常會有需求在哪裡 是你要做 影片剪輯或特效的時候比較有需求 也就是 做好的影片可以去背 這樣你了解吧 影片 素材也是可以做去背的 只是這種的通常 比較少 各位的一般大部分你沒有做到那麼多的話 原則上這個你就比較不需要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你看 他剛剛有講在這裡 這邊看到 有沒有 我們的Size就1024x576 1024x576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我就讓他出去囉 我先換一個位置好了 幫他桌面上 把他發佈 那那個你的影片長短 在上面他剛剛有講 像我這個是30秒鐘 30秒鐘 這樣就輸出了 這樣就輸出了 這是第一個 其實我們大部分做的視訊的機會比較多 那當然你要傳到那個雲段上也是可以 因為這檔案不算內容不算太多好OK的我就 直接把這個目錄打開 這樣子 你看一下那個有孵水印 在哪邊 有新版本嗎 我一開始空白那麼多 我一開始空白那麼多 你有色塊 沒有才去的 在等到案 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到 我的帳號已經可以去除浮水印 我才想說奇怪為什麼沒有浮水印 有啦 你們的會有 但是不大 那我的 因為我有升級過 所以 他一段時間也會推出一個升級就是 免費的升級 就是 我雖然是跟你一樣的尺寸 可是我可以把那個浮水印去掉 他前一段時間剛好有 所以我有參加 我有參加 那你們的 你輸出看看好不好 你輸出看看你會發現應該是在左上角 應該是在左上角 我記得是在左上角這邊 有沒有能輸出成功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浮水印的位置 原則上是還在可接受範圍啦 那 因為其實說真的像我們現在很多辦活動啦 辦那個 辦一些 譬如說像這種演習也好啦 或者一些 這個 班記的啦 或戲上的 或像圖書館活動 現在很多都會想要有 可以有動畫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比較吸睛一點 除了海報以外還有動畫 像這個是不是就很方便 就還蠻方便的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他發布到雲端上的 如果你不要 發變成單獨的檔案 你想要把它發到雲端上 雲端上有個好處 因為你不用另外找空間 對不對 我只要給他網址就好啦 比如說你在FB發訊息 那 把那個網址貼進去 是不是人家就可以點過去 馬上就看到 你不用找空間 這是他的優點 那我們一樣 下一步 首先一樣 你必須要選擇你的分類是哪一種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公開 甚至要不要允許下載 有些時候有些人不希望讓人家下載 因為比如說他覺得我的內容 有一些自己的東西 你看就好 不過講歸講 不能下載 只是 就是防菌子不防小輪 因為你看得到 你應該知道有很多方法 就可以把它拿下來 所以你先把你的類別先選好 比如說我是跟教育的 那你的關鍵字啊 這些我想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主要不是給人看的 是給誰看的 搜尋請看的 那你的視頻的配備 一樣 這就是看到你剛剛的 我們原則上就是576這個尺寸 高度 高度 所以 好了之後 你可以拿到 當然你可以選擇不要公開展示 也就是說我今天 可能 我只是先放上去先測試看 給知道連結的 去試一下就好了 這樣就不會被直接被搜尋到 不會被搜尋到 比如說我這樣發佈 喔對 他 知道我們 測試用的 不能用他預設的標題 你就可以通過這樣他就傳到雲端上去 所以只是差一點點 但是實際上那個過程都差不多 而且如果你有 還是強調一下如果你曾經上過我們Focus Sky那個 雲端那個簡報 你就會發現 真的界面 是不是都幾乎一模一樣 感情攻西當然要一樣啊 你使用起來其實就 還 算蠻不錯 只是目前這個軟體 他現在就是只有 簡體的語系 他可能在發展一段時間應該會像Focus在那邊 因為Focus在那邊是相對比較成熟 那這邊的話他 最近也是改版的速度也是蠻平板的 應該後續也會有就是所謂的國際版 甚至是Mac的版本出現 Mac版本出現 好 這樣這兩種應該就沒問題吧 GIF應該我就不用示範了 反正 GIF的 老實講 你自己拍照片之後 拍一張一張拍完之後再來 做成GIF檔也可以 也是可以 OK 那這樣各位對我們這個 萬彩動畫大師有沒有一點感覺的 這樣出去待會上課出去 有沒有走路有風你可以變大師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找網路上的資源 因為如果裡面這些不夠的話 你總是要會找資源進來嗎 不能老是只靠他裡面的範本 因為搞不好你喜歡的 可是那是VIP的 那你又沒有付費 只好上網先找看看